中文字幕 李宗盛 照顾自己的一某三分地 那是想成为一个作家 就是肯定是很难的事情 我写第一部长篇儿童文学的时候 我都是在一边打能工一边写的 在没有电脑的时候 投稿你都不知道往哪投 亲爱的同学们 看到你们一张张喜悦的脸庞 近几年出版了一部作品 叫《天空开来一列火车》 这部作品孩子们读起来 就觉得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就很熟悉 我们的父母 是不是都是坐火车出去的 是 火车把我们的父母带向远方 它是距离 是思念 它还会是什么 是重逢 是团聚 留守不是苦难 而是经历苦难 战胜苦难 并穿越苦难的孩子 他的心中就会升起 一轮光明的太阳 谁先举手 我扫一下 我从香西回来的时候 经历过一段缺迷啊 扫油的一段日子 跟他拿上干净的袜子来 就那时候自己去忙活 而且呢 也觉得文学很遥远 你的创作没有收益 有娃娃带铺的孩子 还有父母啊 这样的 那杂货店里就像这种外包装纸 写字很好用 再一个呢 也可以就是借用一点 那个买稿纸的费用吧 我老公 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湖山人 我是从香西大山嫁过来 所以每当我走向台湖山的时候 就有一种自己走回童年 回家的感觉 这个书是这个孩子们借过去了 他们遇到那个大雨了 就把它搞丝了 书屋刚开始建的时候 我们长得市的一个文学艺术骨干 开了一个会 知道这个证词之后 我自己主动找到文化局啊 我就说我来担任 一开始搞农家书屋的时候呢 就只好想念三个书架 简单的东西 通过自己的人机资源 从外面引起很多的书啊 充实这个农家书屋 免费给孩子们这样阅读啊 小朋友们 小老师好 欢迎来 农家书 来书屋 谢谢 宋老师的周围是什么 园业 给我寄过来的那些书 我是非常看重的 我就觉得一定要 要让书屋里面的孩子 知道这些书籍来之不易 把收到的书都做了登记 就是几月几日收到 什么书籍 多少册 叔叔 你们对时间的理解 或者用一个句子来说 形容那个时间很漫长的 你要是在乎热爱 热爱的余风 你热爱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如果你并没有那么热爱 我觉得可能在做一件 你很讨厌的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已经是漫长的 不个长 热热的掌声 吸引我这里的 我觉得宋老师这里的书 太多太多的书了 我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书 以及宋老师的这种成功的经历 我会经常以宋老师的故事 去教育这些孩子 就是我们要好好读书 珍惜读书的机会 今天开不开心 开心 你算是还想不想来 想 一米站起来 跑到大岩石上 一仰头 阅读它是从各方面的 你像我们林里 它有宋玉 有丁宁 还有伦柏曲 一些伟人 孩子们你们看 这就是丁宁的 以前的那个老家 那个老宅 还剩下这半堵墙 现在是把它保护起来了 我们伸手来 这样一起触摸一下 用手触摸到 那种老墙的时候 就有一种能够穿越 那一段时空的那种感受吧 黑胡子聪 是我永远的家 黑胡子聪 是我永远的家 我一定还要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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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杯水吧 写桌 写桌多样子的 谢谢你 写一两段的 翻开那个青山史画画卷的时候 很震撼 和我老婆说 我们要去杜曹那边走一走 看一看 我就想为杜曹写一首诗歌 用手摸一摸 和你牵着手在上面走一走 好像找到了那种感觉 看着杜曹里的流水 看着那绵绵的山巒 杜曹下面的那 上万某的那种甜稠 心里特别特别地尴尬 自从有了杜曹之后 每一个秋天都是丰盛的秋天 每一个秋天都是金黄的秋天 我生命里奔腾的雪叶 和你留下同一片土壤 同一个村庄 还有就是一点点等待 然后呢 是什么 然后 然后开出美女的花 说得太好了 同学们要给个掌声 每当我走进孩子的时候 被孩子们喜欢 而且当他们拿着那个小小的纸片 围着我 要我跟他签一个名 我就觉得 这可能就是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以及一直坚持下去的信念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蛋糕师 用甜品去治愈 因为生活中困苦的人 给他们生活带来一点甜 你们喜不喜欢 宋老师 喜欢 好 前两天看望的那个 朱宇宏同学 其实他也是生活条件特别艰苦 好 好 谢谢 我就之前把休息搞好 然后呢 就到大转多几年 然后出来打工 爷爷奶奶 幽默大年纪吧 他们现在照顾你 你都说出来的 就由你来照顾他们的 你看我的手巴掌 这一块 是不是一条长长的疤痕 我小的时候 用到那个煤油灯 那个砍猪草 一股大风从门口吹进来 一下子就砍到这个手上面 一坨乳都掉下去了 砍的时候 后来下半年 我们家乡就开始牵电线 拉电灯 所以我就对电灯充满了渴望 我就问我妈 电灯的灯火大风吹的灭吗 娘就说吹不灭 那不是灯火 那是光 我说是光 什么光 母亲就说 大风吹不灭的光 世界这么大 想到安徒生的家山去看一看 去感受一下 或者去天马行空一回 或者在那里发个呆也可以 还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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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